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2023年10月7日 俄欧战争态势胶着,万般纠结,战争何取何从 是冻结战争还是死祸到底 这场战争牵涉全球多个国家和组织 此刻,桌面之下激流暗涌 10月7日,1973年十无罪日,战争50年纪念日 巴勒斯坦哈马斯选在关键而敏感的窗口期 忽然发起了阿克萨洪水行动 以空前的规模,地空突击以色列 瞬间哈马斯在全球范围,抢了克里姆林宫的舆论风筒 如此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突然发生 尤其哈马斯忽然发起了鸡蛋碰石头的袭击行动 让人颇感震惊和不解 昨天至今,我不断得到朋友们提供的资讯和反复比较资料 推演事件,终于感悟,开朗 随作如下宗书,其事件突发经过 10月7日,大约500到800哈马斯武装人员从加沙地带 约旦河西岸及以色列其他边境地区等多个方向 或者化妆越境潜入以色列的领土纵深 分散袭击多个以色列军民目标 或就近突袭以色列边境哨所、机场、军营等军事目标 同时,哈马斯还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境内发起远程攻击 以5000枚火箭弹携带炸弹无人机、悬挂式滑翔机等联合攻击 哈马斯这次行动涉及周密 备战充分、出其不易的 渗透至了以色列人口稠密地区和军事要点 旋转礼拜日特殊时间突然爆起袭击 下手狠辣和指向准确 重创了多个以色列军神目标 包括打死以色列、戍边性质的纳哈尔步兵旅指挥官 约纳坦、斯坦伯格上校在内 俘虏伤亡以色列军数十人 至少导致以色列军民伤亡近2000人 从纯粹军事角度来看 如此缜密计划和高效作战 参考阿拉伯人传统和正常的军事风格、能力 确数千年难得一见的青彩一笔 此乃吊诡之一 后面我将逐步解释 纵观巴以冲突历史 清楚可见了 哈马斯的这次突袭行动 空前重创以色列 彭博社将此事件的称为 以色列情报部门50年来最大的失败 其他英美、德俄等多个军事智库 也在纯粹军事视角轮流的神吹 哈马斯这次袭击的战术创意 然而哈马斯这次袭击战术其实并非原创 纯属照搬1968年北越春节公事 同时 这次袭击指向大量非军事目标和居民区 完全是一次毫无争议的 非对称无差别的恐怖行动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行动 真正的军人不会向妇女老人和孩子下手 只有恐怖分子才会 其二 以色列快速反应和巴勒斯坦反应 遭此劫难 以色列当然勃然大怒 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不久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 约夫加林特以色列军多位高级将领 召开了紧急会议 叛读局势和商议应对方案 当即宣布实施铁剑行动 迅及以色列国防军总部颁布了命令 赋予军队完全行动自由 以色列军队及动员预备异军人 也就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从10月7日午后至8日下午 以色列军在紧急疏散危机地区 平民之后 沿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约百公里战线 战机 坦克 大炮 火箭炮等火力全开 全线反击哈马斯军事目标 同时 以色列军地面部队分散进入境内 若干居民点 挨家挨户拉网搜查 进行轻角作战 参考图一可见 以色列军强势出击 即在远程火力上有效压制哈马斯 远火袭击 地面部队沿加扎 阿什杜德 特拉维夫海法轴线稳步推进 基本夺得战场主动权 如此大规模冲突事件 以色列确实难以在一两天内完全控制局势 但是 哈马斯如此大费周章 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非对称无差别的袭击 即无法实质性的夺得土地收益 更无法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消除 同时 还要面临以色列人必然的严厉报复 那么 哈马斯发起这场袭击事件 其战略动机究竟为何 为纯粹一爽发起如此大规模突击 以哈马斯武装人员综合文化素质 军事素质 能够完成如此大规模陆海空多军种 多兵种的联合作战 此乃吊诡之二 其三 中东各方对事件的反应和表态 截止10月8日下午 八野冲突还在进行 以色列军虽然在冲突中已经占据了主动态势 但是 相距硝烟完全散去 应该还有大约三五天的时间 鉴于许多媒体自媒体都在即时转摘相关的资讯报道 这里不做同类的复述了 仅从像术视角深究事件背面的因为所以 显然 中东各方对事件的公开反应和表态 应该是观察这个事件的一面镜子 首先 事件发生至今 约旦沙特等中东地区及阿拉伯国家 都出现了反以色列的民族情绪涌动 但是 现在这些国家相比以前动辄寒大喊沙 已经不相成熟 显得更看重国际政治规则 滚 民间声音激昂 政府和外交发声都显得冷静 特别强调和呼吁制止加沙及其周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呼声一出 约旦沙特等中东地区 及阿拉伯国家自然观望美国表态 其次 虽然巴勒斯坦总统发表一讲演 称会对人民提供保护 巴有权进行自卫云云 以及俄国媒体称 黎巴嫩珍珠党已经向以色列军队一个阵地发射了火箭弹和炮弹 但是 综合多方资讯分析战况 依然可以确信 这次事件发展至今依然是哈马斯的独角戏 再次哈马斯头头在接受媒体采访公然抛出伊朗 称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击行动得到了伊朗直接的支持 但是 伊朗虽然高调幸灾落祸 以色列预袭 但是没有明确认同哈马斯指认 从常识分析 伊朗援助哈马斯 可以在资金装备武器行动上最大程度的支持哈马斯发起这次突击 但是 凭借伊朗的能力 还是较难支持哈马斯完成这样大型的复杂的联合军事突袭 同时 伊朗不认 哈马斯单方面只认在没有证据佐证之前 也就只能孤望听之 那么 到底是谁在背后支持哈马斯发起这次大规模的突袭 调查取证需要时间 可以肯定啊 巴以冲突时间越长 调查时间越短 反之 调查时间越长 第四 全球各大国及国际组织对事件态度 全球各大国及国际组织对事件态度同样是 观察这个事件的另外一面镜子 坐在原处不必转头 镜子越多 视线更广 看到的内容当然更多 首先 美国在突袭事件发生之后 声言鼎力援助和帮助以色列渡过难关 美国防部长在第一时间发言 有显几分震惊 几分内疚 称 未来几日 五角大楼将努力确保以色列拥有保卫其公民 免受暴力和恐怖主义所需的一切 美国明确站位以色列 乌坎安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力挺以色列 呼吁向以色列提供帮助 明确站队以色列 以色列不是北约盟国 但是 北约地中海对话倡议体系国家 二者交情匪浅 故而事件发生 北约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 称以色列有权自卫 俄国历来深耕中东和阿拉伯国家 与以色列也颇具交情 同时以色列在俄乌战争期间 也尽量游走俄乌之间 双方肆无芥蒂 故而俄主流媒体都是中性报道实践 也用恐怖主义定性实践 满脸风轻云淡 当然 俄美也在不经意间点出两个问题 一是 疑似乌坎安腐败官员 涉嫌向哈马斯买军火 一是 这次冲突可能长期化和加剧中东危机 这也就是在善意的提醒欧美及北约同时 透露了俄国对外援乌克兰的焦虑 对冻结俄乌战争和维护中东和平的期待 愿望去 朵朵都是白莲花 然而 中东地区历来都是全球大国 搅动全球风云的主要舞台 如此主要舞台 常识去看 仅凭哈马斯那种耍鸟枪本事 纵然登台独角戏必然也是牵线末偶 不会是 也不可能是真正主角 那么 真的主角是谁 第五 重大国际事件总会有蛛丝马迹 如此在分析哈马斯发起这突袭的战略动机 也就应该真切感悟 主角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主角们该如何下棋 哈马斯声称这次行动 是为回应以色列杀害穆斯林和亵渎耶路撒冷 阿克萨清真寺 但是 联想上述若干吊诡问题 可想 哈马斯身担体薄 纵然奇迹般启动大规模陆海空多军种 多兵种的联合作战 但是必然不可能依靠一次突击夺得实惠 同时也不可能缴长时间抵抗以色列的强势反击 事件爆发不过一天 以色列已经夺得了战场主动 未来不会超过一周 以色列应该完全控制局面 那么 哈马斯发起这次行动的战略意义何在 难道就是为了在伊朗人拉动的珍珠港 哈马斯 叙利亚 野门胡塞武装 以色列更多中东民兵组织建成的抵抗轴型里面 抢先出头争气 显然哈马斯政治智慧并非网吧水平 应该还不至于如此跳水 于是可以换一个视角观察 看看哈马斯如何才能启动这场突袭行动 当时看看这个行动可能会对中短期国际形势形成如何的影响 首先 哈马斯能够成功启动这场大规模 复杂化的突袭行动 需要具备政治和环境 军事和技术两个前提条件 以色列长期强势控局 使得哈马斯难以具备这两个条件 然而 二年二三年春夏情况发生急剧变化 这期间 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关系和解影响深远 直接推动了叙利亚与阿联酋 埃及 沙特 托尼斯和也门胡塞武装 哈马斯等阿拉伯国家组织放下了恩怨 趋向合作 再加上俄乌战争极大分散了美国和北约盟国的外交军事情报资源 这样 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安全体系显得薄弱 同时 必须面临空前团结的阿拉伯国家 组织的必然存在的隐形的战略威胁 尤其伊朗一直在中东推行进攻性战略 按照伊朗IRJC指挥官 萨拉米的摧毁以色列理念 以民兵组织开展更多地面行动和城市战斗 即可炮制以色列民众的恐怖情绪 流离失所与混乱 最终导致以色列衰落和破败 这样就在美国推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关键时刻 哈马斯得到了神秘外援 也就顺势神奇出手了 突袭以色列 从建国冷战至今 以色列与美国关系非常的复杂且稳定 同时更是美国在中东舞台搅动全球风云的主要抓手 为巩固这个抓手 美国承诺在2019年至2028年10年间 为以色列提供380亿美元军费 就钱而已 相比乌克兰 美国更注重以色列 现在欧盟援助金额已经超过美国 但是欧盟内部对援武抗战也是各有看法 8日意大利国防部长记称援助乌克兰 但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能无限制 于是似乎所有看到若干骑手们正在努力配合拉扯 意图走出搭配俄乌战争态势变化的骑路 现在对俄国极小些国家而言 俄乌战争或者成为无数承受之重的战争 这样如果要完成冻结战争 至关重要的就是影响美国战略 政治外交攻势之外 聪明人的另外一个招数 当然就要早早布局中东 以哈马斯这个无国无籍的 反正名声已经扫地的国际武装孤儿 为美国最为倚重 最为重要的国际战略抓手 以色列下套设局 这个问题想清楚 所有调诡问题也就随之透明简单 于是若干希望完成冻结战争战略的各种势力 心照不宣的各种努力 下套设局完成 聪明的政客们就可以等看今天这场哈马斯突袭事件 自然发生 他们以为啊 以色列遭遇这般的空前危机 美国无论两党国会白宫五角大楼都会必然警醒 惦念轻重 从而转向中东放缓俄乌战争战略 为冻结战争营造最好的政治条件 如此美梦 克里姆林宫当然就偷偷乐了 另外 美国波兰意大利等国内 存在的倾向冻结战争战略的政客们 当然也在偷偷乐了 无疑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 事实上正在力推俄乌战争 转入冻结战争的轨道 那么还有哪位半道工能够逆转这个态势 现实比联系剧更具悬念